男人怎么选老婆给你15条诚恳建议 一女人选男人有两种关系策略 一种是选择本能上喜欢的 这是基因驱使的结果 另一种是妥协于逻辑利益 思考的是理性上的好处 权衡的是逻辑上的利弊 建议各位别当后者 二很多人都有一个思维误区 把自己的硬价值当成是找老婆的最大筹码 尤其是相信的时候 喜欢把条件直接摆在桌面上去谈 扎心的真相是 你靠什么吸引她 那她自然会向你索取什么 这个做法其实是在给自己挖坑 主动充当供养角色 三女人的天性是木强 是向上兼容 如果你不是她主观认可的强者 即使你条件再好 对她再好 也只能改变她的逻辑 却难以获得她情绪上的动心 靠怜悯 靠利益妥协的婚姻 必然是不堪一击的 四一个喜欢你的女人 一定会帮你化解阻力 无论是父母不同意 还是条件上有差距 相反 只有不喜欢你的女人 才会摆出一堆苛刻的条件和要求 你不解决 就不接受你 原因无非是出于补偿心理 本质上还是对你不够动心 娶一个不爱你的女人回家 大概率是你悲剧人生的开始 五到了独立自主的年纪 自然养不活自己的女人 尽量不要找 一个物质生活无法独立 无法满足自身物欲的人 必然会不停锁 取离他最近的人 六人越缺什么 就越是想要索取什么 一个人在朋友圈展示出来的 不一定其他的真实生活 但一定是他想要过上的生活 如果对方想要那种不接地气 近乎梦幻般的生活 那必然要求自己的伴侣 具备这样的实力 七有些女人的朋友圈 不是各种旅行打卡 就是在星级酒店喝下午茶 今天高尔夫 明天游艇哄趴 看上去完全不需要为了生计而烦恼 不管自身是否具备这个实力 我都建议你直接绕开 八永远不要试图疗愈和改变一个人 亲密关系中有一个重要原则 谁痛苦 谁改变 对方情绪上没那么喜欢你 人品上没办法满足你 这都是无法通过真诚和说服来改变的 成年人的择偶 就是只筛选 不改变 九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 本质上也是一种筛选 是智力 抗干扰能力 意志力 和家庭抵运的体现 并且教育也会影响一个人 在社会立足的能力 一个人的受教育抵运 大概率是会延续给后代的 时找老婆这件事 外貌长相 并不是优先要考虑的因素 爱情的生物学本质是神经地质的分泌 相处久了就不分泌了 再好看的皮囊也会觉得很土通 不知其美是有科学依据的 十一 深重考虑那种美貌与能力不匹配的人 年轻的时候 美貌是资本 不在年轻的时候 维持美貌将会是成本 一个人的能力会随着时间不断增值 而美貌却是在不停贬值 十二 选老婆一定要看她的原生家庭 因为人会本能的妇客父母的处事风格 甚至是人生轨迹 尽量选择原生家庭分为好的 就像抄作业一样 如果这个原始模板就是错的 那就很容易重复原生家庭的悲剧 十三 但凡你想用心搞事业 就必须考量对方的情绪是否稳定 否则她的负面能量 大概率就需要你来疗愈 动不动就赌气 冷战 甩脸子 只会不断消耗你的能量 削弱你的行动力 十四 关注她身边的朋友 尤其是闺蜜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女性的思考方式 从远古时代 就有抱团的习惯 闺蜜的品行三观 一定程度上 直接映射出她的真实人格 十五 别选攀比心重的女人 所谓攀比心 就是那种脱离自己的实际收入水平 而盲目攀比的消费心理 当一个人眼高手低 欲望远超能力时 必然会拖累 甚至是拖垮最亲近的人